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记者来到新渔市 稍后带来体验报道 电资三百余万参与施工 完工后款项却被其他公司领走 政府项目招投标疑点重重 业主单位为何遮遮掩掩 系列报道直面问题揪四峰赶坐善为抓落实 今天继续关注大抓落实年 关注我省作风建设 女子景区捡到孩子生气大喊 谁把娃丢了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位女士虽然嘴上说着狠话 但内心却柔软得像棉花糖一样 大学生彭大川苦练一纸禅 食指空中戳穿一拉罐 加油收藏 继续关注跟着文物看古今特别节目 今天继续带你去八大山人纪念馆看展览 看一幅扬州八怪之一高详的弹纸格图 住宅楼旁边的建筑垃圾堆放点几个月没有清理 垃圾都堆到路口 您的烦心事 暖心事 干问热线曝光台和您一起分担和分享 敬请收看都市现场五肩板 各位中午好 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欢迎收看都市现场五肩板 我是贾汇 今天是2024年的5月7号星期二 今天节目一开始 首先我们来关注干问政务服务新观察 从能办事到好办事 江西始终把服务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把改革创新作为第一动力 让政务服务走心又走心 持续提升企业群众的满意度 江西广播电视台 荣媒问证平台干问 联合江西省政务服务办 推出干问政务服务新观察系列荣媒体直播 今天我们的观察员是去到了新鱼 一位易先生在我们的干问平台留言说 他有一个贷款需要办理抵押登记 因为孩子上学的事 他现在有点着急 所以想请我们帮个忙 了解情况之后 我们的观察员也是陪着他 一起去到了新鱼农商银行 目前这个事情的办理情况怎么样了 马上来连线前方的观察员妍妍 请她来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妍妍中午好 好的 那其实贾辉好 各位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这个网友 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大家中午好 先跟大家汇报一下 那刚刚呢 我们是了解到了 易先生的这个情况之后呢 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 咱们这个 不动产中心的这个政科长 政科长 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这个观众 再说一下 我们刚才易先生 他29号 来做了申请之后 是什么原因导致 目前还没有拿到这个 放款的这个需求的 这个其实不动产早已经结束了 然后 因为银行他刚刚也说了 他是 他本来今天有打电话通知 这位易先生的 但是易先生可能 可能比较急切吧 他就自己找到你们了 因为易先生当时跟我们说的是 他已经收到了这样的 可以放款的通知了 但是这个钱是没有到账的 所以他可能就比较着急 那刚才呢 我们也是通过这个 我们政科长带领到我们的这个 在银行的延伸的 这个不动产的窗口了解了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应该是可以收到 这个放款的通知的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发现他还有一个 不动产的这样的一个证明书 应该说在我们易先生 在提交办理的过程当中呢 他其实已经同步到达了 我们二楼的不动产中心 现在呢 政科长也是带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证明书 在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 包括是怎么样 我们的易先生 其实是只跑了一次 咱们的银行 就拿到了 咱们的这个不动产的 整个的这样的抵押的 好 咱们是往二楼走是吧 往二楼走 请上楼 那个证明书 相当于在整个审核的 这个过程当中 易先生是完全不用再提交 其他的这个材料了 对不对 不用再提交任何东西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材料呢 在我们所有办事的 这个相关部门 他们或者是说企业 或者是个人 他们在提交好 这样的这个手续之后呢 就可以在家里 安心的等待了 因为这个易先生 他当时呢 可能是比较着急 所以说呢 就确实是等待的时间 稍微有一点久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不动产 定义中心的梁主任 你好梁主任 你好你好 那梁主任接上 跟我们接上还是怎么说 由我们梁主任 亲自给你们介绍吧 好好好 梁主任那就这样 我们想看一下 就是刚才 他们有一个不动产的证明 我们想看一下 那个证明 咱们不动产中心的窗口 是怎么样去 进行流转办理的 行行行行 我们一起到这边来 好 看到现在来办事的群众 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我们平时的工作日 很多群众都过来办理 不动产的所有的登记 你看我们 这个是 对 如果目前我们不动产登记 这边的业务 已经接受了受理了 然后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 这笔业务正在 已经收到 收到的话 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 已经在对这笔业务的 具体的这个信息 在进行的核实 目前这个信息 我们工作人员 正在操作 然后呢 对这个相关的 这个申请的材料 他们已经在比对 这个材料 就是之前 他们来提交的 这个材料 还是说 因为我刚才好像听 那个 易先生他说 他交的材料 就是一些 比如说 不动产的 这个房子的证明 身份证 结婚证 什么其他的一些 好像关于咱们 整个房子的一些文件 他提交的并不多 对对对 因为我们现在政府已经实行了大数据化管理 这个相关的数据 我们不动产登记的平台 可以通过市里的政务服务中心 还有大数据中心那边进行获取 所以针对于办事群众 这些资料都是我们可以通过网上 通过政府的数据平台抓取的 并不需要群众提供很多的这些资料 所以这个不动产的登记证明 就是刚才我们在那个银行的延伸窗口 他们说的这个证明已经拿到了 其实这个证明如果一旦下发 咱们银行走一下流程 钱就到位了 是不是 对对对对 这个证明就是相当于我们审核通过了以后 我们不动产登记部门完成的 不动产登记证明 然后我们通过网络 因为我们整个都是全程网伴 通过网络推送给银行 银行凭了这个证明 它就可以安心的放款了 是这样的 其实刚才这个我们也是了解的 除了咱们这样的一个不动产的 这个抵押的这样的延伸之外 我刚才听我们的这个科长跟我们说 还有比如说一些买房子的时候 到这个开发商那边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延伸服务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 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延伸的这样推进呢 我们按照省里面营商环境改革的要求 我们细于是推出了三项的服务 一个是我们创新推出了网签备案加双预告 组合不动产交易登记的一体化的新模式 第二个呢我们也推出来了 交房级交证交地级交证跟代压过户的一个办理模式 然后第三呢我们私里面也在权力打造 不动产登记信息加地理信息查询的 那个网上服务 我刚才听到您说了一个代压过户 要不咱们边走边说 什么影响咱们窗口办这个案例 咱们这个代压过户是个什么意思呢 代压过户这是我们国务院推出来的方便群众 具体办理这个交易的一项新的举措 这个代压过户的话 在我的理解就是什么样的呢 减少了交易的那个顾虑 降低了交易成本 主要打个比方 就比如我们原来群众如果向银行贷了款 然后呢在贷款期间 他想把这套房子卖掉去 在原来的时候呢 他需要把银行的贷款还清 在还清的情况下 才能解除这个抵押 银行才会同意他卖房子 但是现在代压过户的话 就不需要还清银行的贷款了 按照现在最新的政策就是 买卖双方达成了交易意愿以后 向贷款银行进行申请 银行批准了以后呢 他就可以签订一个三方协议 签订一个三方协议就 卖房子的人他不需要还清银行的贷款 银行他可以根据三方协议 就买卖双方在他银行那边完成协议 到我们不动产这边来 直接就是我们把三个业务 组合在一起办 第一个业务就是解除银行的抵押 第二个业务就是为买卖双方 办理产权过户 第三个业务如果买房子的人 同样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话 那我们就会办理抵押登记 这三个业务完成了以后 原来银行的那些借款 就可以在银行内部通过他们的调账 就可以完成这个资金的划转了 同时呢 是不是就是我们理解一下 比如说我呢是有一个抵押的房子要卖 我正常来讲的话 我是要把这个抵押都 这个贷款先还清的 或者说这个抵押都要还清的 然后呢 在完全这个产权非常明晰的这种情况下 我再去找这个我的下家 就是要买房子的人 然后现在呢 等于说对方如果说他也没有这个全款来买房子 他还要再去做抵押或者做贷款 现在呢咱们可以直接就对接了是不是 对对对 现在就是说直接对接 然后呢买卖双方都不需要去拆借资金去还贷款 然后呢去向卖家支付这个防缓 都是可以通过银行这边调账来完成 那这个好像不仅仅是节省时间 然后让流程变简便了 或者是甚至是不是还会起到省钱的这个效果 比如说因为有的人你说他要借钱来还这个贷款 然后有的人呢 包括还会有一些要还一些什么这个利息啊之类的 好像这个钱是不是都省了 对对对 原来我们这边床口听到了 像一些金额比较大的 他们往往都是像亲戚朋友 甚至呢第三方去拆借这个钱 这个过程中间 一个这个利息的成本会非常高 现在他们都可以通过银行这边划转 来完成这个整个的这个资金的掉拨 所以呢银行的资金得到了保障 同时呢业主这个交易的成本也会降低 所以呢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便明的一个机行举措 对这个延伸我觉得可能是 是延到了咱们的这个心坎里了 其实感觉确实是在我们这办业务的时候 真的叫容易办好这个融的是金融的融 涉及到金融的这些业务好像办起来 都是相对比较容易 对是不是 我看您一直带着我这个往下走 是要给我们介绍什么其他的 我们这里面我们不动产 还有一个24小时自助服务的一个区 比如老百姓要办小孩入学 或者要上户口 或者是要向外提供一些什么证明 原来是要在上班期间来办理的 但是现在我们市里面 推出来了24小时自助服务区 我们的不动产登记 就有自助设备在这里 为老百姓提供服务 老百姓可以在这边窗口那边 拿屏的身份证 就可以查询到自己名下的房屋的登记信息 而且这个是24小时提供的 所以原来上班的时间很多群众 包括我们的单位职工 他需要上班期间请假出来 现在他完全可以下班以后 自己过来办理 我们看到就是他这个查询的业务还是挺多的 这个返回首页 他这个业务查询 然后就需要通过这样的输入身份证 又能保证安全的这种情况下 又可以让他就24小时 可以对自己的不动产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进行这样的一个查询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我们在这里24小时自助查询机这里 不但有我们不动产的 同时也有我们公安部门的身份证的取证窗口 同时也有我们社保 包括我们市场监管 还有税务部门的自助查询机窗口 这里边都是为了服务便民 服务群众 你好 刚才有一个一直在给我们打电话 我来看一下 好像是我们刚才的那个案证的易先生 来看一下 你好 易先生是吧 是有好消息了吗 是的 因为我已经收到了 那个钱到 已经到我的卡上了 18万都到了 对对对 谢谢你们的帮助 那这样咱们就可以踏踏实实的了 让这个让这个大儿子 好好地训练 好好比赛 争取拿好成绩 然后呢也祝咱们这个小儿子上幼儿园 能够尽快地适应咱们幼儿园生活 好不好 好 谢谢您 谢谢您的帮助 没关系没关系 应该的 那也祝您这个工作顺利 生意能够越做越好了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行 那就先这样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个消息 好吗 好的 那我就先挂电话了 好的 好嘞 我们刚刚这个帮着办理的这个业务 确实是30分钟不到的时间 咱们这个18万已经到了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 主任一直在给我们介绍 其实我们能够感觉到 你看我们生活当中 所涉及到的这个方方面面 包括这个什么社保 然后这个身份证 还有这个营业执照 报税 发票 其实确实这些呢 都是体现在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 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 其实这个 咱们整个的这个数字政府的这个建设 赋能在我们日常的这个政务工作当中 也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变化了 但是呢 我相信哈 所有的这个工作的推进到底好不好呢 还是要咱们来办事的这个群众 包括是企业 他们来说了算的 那具体这个我们看是不是能找到来办事的人 好像一楼办事的人不是特别多哈 目前这个时间点的话 大部分群众把事情已经办得了 这一位我要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行管委的主任张主任 我们张主任每天经常会在我们行管委大厅里面 对于这个群众啊 对于工作纪律啊 什么进行一个巡查 现在我们今天正好碰到了我们张主任 张主任你好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正在直播 但是呢我有一个不经之请 就是能不能您先这个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哈 然后我们来听一听 因为我们也想听一下咱们办事的人员哈 他们目前的这个办事的体验怎么样 如果好呢 咱们就欣然接受这个表扬 那如果是不好的话呢也记下咱们的意见和建议 以后更好的推进工作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继续看一下哈 有没有来办事的这个群众 你好 不好意思我们那个是都市现场的 然后想问一下您是来办什么业务啊 我是刚刚给我在这个公安专区给我女儿办理那个新生上户口的业务 对我本来我户口是在乡下的 本来如果回乡下办理的话比较耽误时间 大概要多长时间 来回的话大概两个多小时 然后来这里办的话 我因为我上班就在附近嘛 过来就十来分钟就办好了 连办理的时间全算上 对对对连办理的时间 办理大概就是三到五分钟就办好了 对前阵子刚好在那个微信公众号上 看到那个新一市政务中心 可以办理这个户籍业务 然后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打电话问了一下工作人员 然后他们告诉我代气材料 然后我就代气这些材料过来就办好了 咱们小公主的这个第一份证件是已经出炉了 是不是 刚热乎的哈 那就是想问一下 您觉得这种办事的体验怎么样呢 非常便捷非常快 带好证件几分钟 三到五分钟就办完了 给新一速度点赞 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呢 其他意见没有 反正对这个窗口的态度啊 还有办事的速度啊 非常赞赏 好的谢谢不打扰你了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表扬的这个声音 其实我也这个之前好像听说 咱们今年大概一月份左右的时候 在咱们新一这边是开了一个 这样的改变政府职能的这个推进 包括咱们整个数字政府建设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交流会 但是我相信咱们这样全省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其实也是为了促进咱们的这个工作能够更好的更贴心的去服务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像目前我们这个大厅当中这边咱们积极推进的这些业务活动都有哪些呢 你看这边这边是我们的那个社保专区 这边是我们的医保专区 这是我们的通用中和窗口 我们把我们市里面30个部门的682项 这个4项集中在我们的通用窗口 所以大家群众来办事 在这个通用窗口就可以实现这个统一收件 然后后台分类审批 在这个窗口统一出建 就是实现了 有点这个大宗窗的意思 对对对 我们在各地的这个政务的大厅当中 好像都听说了一个大宗窗的这个概念 这边是一个企业业务对不对 对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刚办的 您好 不好意思我们是那个都市现场的 想问一下您是来办什么业务的 我是来拿那个营业执照 然后一包装食品进行许可证 还药品进行许可证 因为我开个店嘛 开个要店 开个要店是不是 那咱们这次总共是拿了多少个证件呢 三个 那提交了很多材料吧 是等了大概多长时间 这三个证件才拿到的 没有提什么很多的材料 就是都在网上填一些基本的信息 然后大概 因为我这次是比较急嘛 我说我以后我这边就要开始营业嘛 然后是给他们打了个电话沟通了一下 之前的话大概三四天的样子吧 然后他这次比我比较快 给我一天就办完了 那还挺快 那是第几次跑呢 之前打电话是没有来过的 今天是第一次 对对对 就是他就打电话说办完了 然后我就直接过来拿证了 就没跑 咱们这次总共是拿了几个证 三个 就是三个证 营业执照预包装食品 然后还有一个药品禁许可证 三个 好 那就祝您生意兴隆 谢谢 好嘞 谢谢 谢谢 打扰了 好 那我想问一下感觉怎么样 就是办事现在刚才你也说了 好像速度是提快了 对不对 对 就是感觉很快 因为之前嘛 我办一个东西 像什么食品啊 药品啊 营业执照 可能要跑很多个部门吧 然后这一次的话就基本传在网上一次办完 办完之后它是一次性可以全部给你填完资料 然后填完资料你可以在网上查到你的那个办证的进展 就是有没有出审啊 这些审核完了啊 它会显示已结束 然后结束完之后我就会打个电话问一下 然后他说确实办完了 证也出来了 我就会直接灌拿 都不需要等待 可以可以 这个就是自己的这种感受 而且也比较了然一个于心整个办理的过程 对不对 对对对 好 不耽误您了 谢谢 谢谢 好 好 好的 谢谢 好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没有意见和建议都是点赞 我相信咱们办事群众的这种点赞 应该是对你们最好的这个奖励了 对对 我们继续努力 那么接下来呢 在咱们其他的业务上 是不是能够咱们积极地更加的探索 或者是延伸能够更好的服务咱们的办事企业和群众呢 对 就是像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企业服务中心 这就是今年这个推进政务服务的政治化改革 是我们今年正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们就是梳理以这个企业的需求为导向 梳理了这个企业的为企业服务的政治服务清单 通过这个线上跟线下的两种模式 来为企业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 线上呢我们就是依托这个干气通平台 我们打造了新余的这个专区 线下我们就是依托这个这个实体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为这个企业 我们可以看到为这个企业的政策服务啊 包括就业 轮财 法律 金融等一系列的服务 一览子的服务 我们这个为企业从这个为企业解决一件事 到办好一类事 向这个方面延伸 然后为这个企业做好这个全产业链 全生命周期的这个设计服务体系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而且我看重的是咱们的整个的这个集成服务当中的 四个字叫兜底服务 我觉得有兜底这两个字 就会让所有的办事企业会觉得特别的安心 然后刚才呢 其实这个主任还提到了一个 咱们是从一件事变成了一类事 那从之前一件事我们只跑一个门 大家都觉得特别方便 如果一类事也能够只跑一个门的话 那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 真的是可以节省很多办事的这个成本 对的 对的 好的 谢谢 谢谢你给我们的这个介绍 那其实呢今天的这个观察下来呢 妍妍的感觉就是确实是真的 数字政府的这个建设 也是赋能的咱们这个政务服务的过程当中 你看从最开始咱们的不动产抵押呢 应该说是容易办 包括呢咱们这个户籍呢是少跑快办 又包括咱们这个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呢 是从一件事变成了一类事 原来咱们的这个政务服务呢 也可以有延伸 也可以有增值 那我相信这样的增值呢 其实代表的是咱们所有政务服务 工作人员的 要服务百姓服务企业的这个决心和信心 当然这样呢 就一定能够延伸到咱们老百姓的心坎里了 好 那今天我们的观察呢 就将暂时告一段落了 感谢大家一直的这个关注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时间交回给彦博士 好 谢谢妍妍从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那在未来呢 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干问平台 和省政务服务办 联合推出的干问政务服务新观察 融媒直播报道 也会继续深入到全省各地 如果各位企业家朋友 各位观众或者网友 有什么样的烦心事 难办的事 也可以跟我们的干问平台取得联系 我们也会积极地帮您去联系 这个问题的解决单位 一起帮着您解决问题 同时呢也会介绍一些 县市区在政务服务 数字政府建设方面的好经验 好做法 争取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加温暖 更加优质的服务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节目继续关注一下 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 各位中午好 欢迎走进都市气象站 随着雨水的撤场 阳光逐渐回归 但同时 昼油温差也会进一步地拉大 像是今天早上7点 全省的气温平均为19.2度 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 干北和干中北部会上升到28到30度 干中南部和干南26到28度 早晚清凉舒适 午后在户外会感觉有一些热 未来我省的天气格局 依然会比较稳定 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 我省大部地区都将以多云的天气为主 只是在吉安 干州的部分地方 会有阵雨现身 到了明天 全省都将会以晴好天气为主 大家可以抓住这段时间的降雨间歇期 洗洗晒晒 户外活动也可以尽情地安排起来了 好的 最后来看各社浴室天气 南昌晴21到29度 九江多云18到28度 福州晴19到29度 景德镇多云18到30度 上饶晴转多云18到29度 樱潭多云19到29度 宜春多云20到29度 星游多云19到28度 平湘多云21到30度 吉安多云21到28度 赶州雷震雨转多云20到28度 以下是部分现实区天气 稍后您将看到 电资三百余万参与施工 完工后款项却被其他公司领走 政府项目招投标疑点重重 业主单位为何遮遮掩掩 系列报道直面问题 周四峰赶坐善为抓落实 今天继继续关注大抓落实年 关注我省作风建设 风寒湿壁 腰疼腿疼 疼喝红毛药酒 心疼痛 颈尖痛 手腕痛 痛喝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治病又降生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爸妈健康长寿 我们目光而行 传递诚信品质 坚持人民至上 践行服务使命 传递人保力量 始终伴您同行 要知道跪以砖 砖更对证 书筋剑腰丸 砖药专治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 书筋剑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书筋剑腰丸的 砖药专治 强筋骨 区疼痛 书筋剑腰丸 对证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即使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苦爆的翡翠 继绘的价格 江西二套 翡翠和田玉 春季工厂直销会 所有参展翡翠和田玉 投封2.5折 清仓大让利 哈喽大家好 我是女主冠军崔玉涵 江西二套翡翠展 打造冠军的品质 各类精选翡翠和田玉 超值优惠 现实特卖 让您的选择更有保障 原价三四千的 诺种翡翠手镯 新货价590元起 原价八九千的 银腔精品满色翡翠挂件 仅需990元起 上万元的翡翠手镯 两千五就能拿下 所有参展翡翠和田玉 都配由专业机构出具的 鉴定证书 一品一证 正品保证 价一赔十 确保消费者购买的货品 为天然翡翠和田玉 增下二套翡翠展 冠军的推荐 冠军的品质 活动截止5月8号 地址南昌市干江宾馆 八一大道 老长途汽车站对面 名呼我为 新联新 网络问证为民办实事 江西广播电视台 轻力打造干问平台 坚速击办 一周内受理回复 直通厅局 多部门联动解决 跟踪问校 全媒体曝光推动 你可以下载金视频APP 或关注都市现场 微信公众号 点击进入干问专区 在线发帖投诉 贴得近 及时应群众认 干问平台 24小时 为您守护 我们再来关注 直面问题 揪四峰 赶坐善为抓落实 系列报道 最近的一家企业 在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 干问融媒平台上 发帖反应 去年 他们在赶州市宁都县 参与了当地的一个项目 电资近400万 施工了两个多月 可是在完工之后 项目却被其他公司中了标 项目款竟然也被中标的 那家公司领走了 江西省望蓝技术府 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邓卫告诉记者 去年上半年 公司一位名叫柳孝军的 业务经理告诉他 赶州市宁都县 有一个绍贡国际师 研学基地的弱电智能化项目 因为赶时间来不及招投标 需要马上进场施工 招投标手续此后再补 先全额垫支 做完了以后 再走这个招投标流程 2023年6月21号进场 8月15号就全部做完了 这是我公司业务员 据说是通过一定的关系 但是我们也相信 它是有关系介绍的 当时我公司 因为三年疫情到的 公司也很困难 也需要一笔业务 来提振一下公司 这个经营状况 邓卫说 因为去年项目施工 基本完成后 自己大部分时间 在省内其他工地施工 于是他就将宁都县的 这个项目 全权委托给了业务经理 柳孝军负责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一转眼 这个项目竟然在 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完成了招投标 而公司的这位业务经理 并没有参与 做完了以后 走这个招投标流程 当时因为公司里面 还有其他的业务 我就离开了邻都 这边所有的业务 就交给了这个柳孝军 在这里负责 项目被别人中标了 他不但不告诉我 而且还设置很多的门槛 是吧 说这个项目 还没有招投标 那么望蓝技术服 有限公司的义务员柳孝军 为什么没有参与 项目的招投标 也没有向公司负责人 邓卫报告项目的 招投标信息呢 由于柳孝军去年已经辞职 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他 记者查询到 宁都县少贡国际师 研学基地弱电智能化项目的 中标单位是 江西龙基国际技术有限公司 中标时间为去年8月23号 邓卫告诉记者 龙基公司中标后 不但没有实际参与采购和施工 却将项目款580多万元领走了 我总共在这个项目 投入的资金大概在385万 龙基公司并没有投入 一分一毫的工程款 也没有流过一滴汗 所有的项目都是我公司完成的 这个龙基公司在这个 2024年2月底之前 把所有的货款全部都截走了 邓卫说 直到今年3月份 他才发现这个情况 而此时 项目的款项已经被龙基公司领走 为此邓卫找到了项目业主方 宁都县最微旅游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希望对方能给他一个说法 我找了旅头 旅头来协调 旅头协调了一个半月 阴性渺无 什么情况都没有 龙基公司还威胁我 如果我公司如果继续在零都 讨要这个工程款的话 他就以涉嫌敲诈勒索来举报我 在讨要项目款的过程中 邓卫还发现了一个可疑的情况 那就是龙基公司的标书 基本上是按照望蓝公司 实际施工采购的商品品牌 和型号来制作的 但是报价却高出很多 导致整个项目的中标价格 达到580多万 远远高于望蓝公司 在绍供国际师研学基地 弱电智能化项目的实际投入 我公司 副外屏 室内屏 滚动屏 三块屏的报价是180万 中标方 龙基公司 报价339万 副外屏的这个制冷空调 我公司装了三台华林空调 每台2300 龙基公司 中标文件 报的是 每地空调 四台 每台5740 这个绍供国际师的 这个伸缩门2块 净价是19000 龙基公司 中标文件显示 9万4000多块钱 独视频道 几条报道 按照这家企业负责人的描述 项目没有招投标就进场施工了 施工完成之后 中标的却是其他企业 项目款也被领走 听上去似乎是鸡飞蛋打 确实非常蹊跷 那这背后是望蓝公司在招投标之前 就进场施工的操作太过草率呢 还是有人故意提前布下了陷阱 亦或是还有其他的内情 对此 宁都县的相关部门是否知情呢 记者和江西省望蓝技术府 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邓威一起 找到了少贡国际市 研学基地的业主单位 宁都县翠威旅游开发投资 有限公司 该公司一位负责人 见到记者和邓威的到来 提出在外稍等 可当记者和邓威 从办公室出来之后 这位负责人 却与另外一个工作人员 快速离开 向外走去 记者在宁都县翠威旅游 投资有限公司 试图寻找这位负责人 工作人员表示 领导都外出了 没有人清楚 少贡国际市研学基地项目的情况 随后记者通过电话 联系上了宁都县旅游投资 有限公司 监视会主席彭立新 这个招投标我们是不是 先招标 先施工再招标的呢 这个跟这个没关系 这个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按照标 程序招标的 我们是什么时候招投标的呢 这个我记不清楚了 那他这个施工的话 是不是在招标前 你就已经落场了 我不能是你的身份了 好吧 这样好不好 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 我再来一趟好不好 我再到你单位来一趟 我在外面 我不在单位 好吧 你什么时候会在单位 我们可以约个时间见面的 我是不清楚 在宁都旅投方面 无法做出回应的情况下 记者电话联系上了项目中标方 江西龙基国际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你好 请问是龙基公司的黄总吧 对 你好 我那个江西电视台的记者 你自己拿电话给我干嘛 得知是记者来电 江西龙基国际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的这名负责人 立即挂断了电话 在这种情况下 记者根据工商登记的信息 找到了龙基公司的登记地址 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昌东镇罗伊尔小区 三栋一旦元102室 试图实地向企业工作人员 核实相关情况 但出乎记者意料的是 企业的注册地罗伊尔小区 是一个环界安置小区 走进三栋一单元102室 看不到任何企业经营办公计下 房子还被改建成了 多个隔间对外粗租 而公开资料显示 江西龙基国际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作为一家去年7月10号 才成立的新公司 成立之后一个多月 就中标了 邵贡国际师研学基地 弱电智能化项目 截至目前 公司共中标了五个项目 中标金额1632.58万元 这些项目全部位于 赣州市宁都县 那么这样一家企业 在竞标宁都县 少贡国际师研学基地的 弱电智能化项目的过程中 程序是否合规 中标的报价 为何远远高于 实际施工企业的造价 为了弄清这些疑问 记者找到了宁都县注建局 该局建设工程 招标事务股的工作人员 查看中标文书之后 告诉记者 宁都县少贡国际师 研学基地的弱电智能化项目 属于政府采购项目 应该找财政部门 是采购办的 这里一定是采购办的 采购办的是吧 是采购办的 好 是财政局管是吧 于是记者又找到了 甘州市宁都县财政局采购办 这里的工作人员 在了解完情况之后表示 宁都县少贡国际师 研学基地的弱电智能化项目 招投标监管 不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 没到我这里没有 没到你这边 是少贡国际师吧 对 少贡国际师研学基地 没有没有 我这里没有 宁都县财政局采购办的 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宁都县的政府 投融资平台招投标 并没有列入财政监管 所以对于宁都县少贡国际师 研学基地的招投标 是否有违规情况 他们并不清楚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 他们自己搞 就是里头自己搞 所有的都是他们自己搞 他所有的招投标 没能监管吗 不是我这里 不找这里 那我们财政局的这个招投标 招标办不监管 那谁来监管呢 内控的 不过有律师告诉记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投标法规定 对于400万元以上的 国有资产采购和施工项目 应当通过招投标程序 先采购施工 然后再招投标 属于违规行为 我们所有的招投标都应该是先进行招投标 然后进场施工 像这种先施工后来招标的 是个明显违反的招投标法 这也就是说为了去逃避相应的国有企业的监管 那么在这里面对于相应的监管责任 是明显缺失的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看完了记者的采访 说实话我还有不少的疑问 宁都县少贡国际师研学基地的弱电智能化项目 究竟是不是先施工再招投标的 为什么中标企业在没有参与施工的情况下 可以领走这么大一笔项目款 由于项目业主方 中标企业等多个当事方都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我们暂时还无法还原整个事件的全貌 但是我们想问 这样一个疑点重重的项目招投标 是不是真的没有人能够进行监管呢 我们期待着有关部门能够主动作为 依法履职 把事情调查清楚 严格执行招投标的法规制度 不要留下监管的真空地带 那么对于此事的进展 我们的节目也将继续保持关注 好 接下来是健康提醒时间 看看今天有什么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 血液粘稠有三高 怕心梗 脑梗 中风 偏瘫的朋友 快看清雪小课堂 清雪小课堂是由清雪专利药 清雪八卫片冠名播出 清雪八卫片 祝您血液轻 血管痛 心脑好 大家好 我是阿志 前一段时间我说到了 脑血管堵塞会有一些症状表现出来 提醒我们 那有观众朋友们又问了 心血管堵了有什么症状表现吗 其实也是有的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心血管堵塞有哪些前兆 大家都可以来对照一下 突然胸闷 胸痛 在运动生气紧张或压力过大时 会出现胸闷的现象 有时候劳动或情绪激动时呢 会有胸部被挤压的感觉 甚至还有人会有消化不良的感觉 手一直抖动 无法克制下来 特别加菜的时候啊 手一直发抖 与人谈话的时候 感觉眼皮一直在跳 或者短暂性神智障碍 失语症 失毒症 以及丧失方向感等症状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罕见的症状 比如说耳鸣 呕吐 大哥 嗜睡 突然听不到声音和走路不稳等 单侧手脚突然无力或盲目 这些俗称为小中风的短暂性 脑切血发作常见的症状之一 手脚呢 老师感觉冰凉 触摸双脚的温度与脉搏的强度 如果说温度低 脉搏减弱又伴随着手脚麻木的情况 那就表示血液循环出问题了 需要进行血管超声检查来确诊 伤口久久无法愈合 比如说静脉驱伤 引起的静脉血管淤积 造成慢性溃疡 皮肤呢 会因为缺血 由粉红色转为暗紫色 且在局部发生溃疡或者坏剧的现象 并逐渐延伸到周围组织 间歇性剖形 患者常常在走路的时候 由于下肢血流不差而感觉到疼痛 必须停下来坐着休息一会儿 等血流恢复正常才能继续前行 这也就是间歇性剖形 如果出现了以上我说的情况 您可能就要注意了 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我们的心血管堵塞了 其实我们的心血管之所以会被堵住 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引起的 例如暴饮暴食 抽烟酗酒 熬夜等等 就是因为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导致了我们体内的脂质垃圾 无法及时的代谢出体外 最后它就沉积在我们体内 浮在血管壁上 造成我们血管的狭窄 最后堵塞了血管 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尽快地戒烟戒酒 不要熬夜 还可以积极地服用 像猛奇清血八卫片 这一类的清血药物 清除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胆固醇等止质垃圾 净化我们的血液 好了 今天我们的清血小课堂就说到这儿 再次感谢猛奇清血八卫片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电视机前有血年血仇有三高 怕脑梗心等中风 偏瘫的朋友 请记住 一定要立即清血 稍后您将看到 女子警局捡到孩子生气大喊 谁把娃丢了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位女士虽然嘴上说着狠话 但内心却柔软得像棉花糖一样 大学生彭大川苦练一指缠 食指空中戳穿一拉罐 风寒湿壁 腰疼 腿疼 疼 喝红毛药酒 心疼疼痛 颈尖痛 手腕痛 痛 喝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治病又降生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爸妈健康长寿 2.5折 2.5折 江西二套 翡翠和田玉 春季工厂直销会 所有餐展翡翡翠和田玉 通通2.5折 清仓大让利 哈喽大家好 我是女足冠军崔玉涵 江西二套翡翠展 打造冠军的品质 各类精选翡翠和田玉 超值优惠 限时特卖 让您的选择更有保障 原价三四千的诺种翡翠手镯 新货价590元起 原价八九千的银腔精品满色翡翠挂件 仅需990元起 上万元的翡翠手镯 两千五就能拿下 两三万的高端新款 冰重飘花翡翠手镯 2.5折入手 仅需五六千 所有餐展翡翠和田玉 都配有专业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 一品一证 正品保证 价一赔十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乒乓球冠军孙婷 工厂价选购各类缅甸翡翠 和田玉手镯 挂件等 就来江西二套翡翠展 各种兵种 莫种翡翠 和田碧玉 白玉 打造冠军的品质 让您轻松拥有高品质翡翠 和田玉 江西二套翡翠展 冠军的推荐 冠军的品质 时长价3900元的 缅甸翡翠手镯 清仓价仅需590元 高贵典养的翡翠羊绿手镯 时长价24900元 清仓一口价5990元 美如宁芝的和田白玉手镯 时长价39600元 特惠价8500元 现场还有更多 经纬缅甸翡翠 和田玉手镯 挂件等 通通2.5折 新货大让利 一两千就能买到两三件 两三千就能买到四五件 甚至五六件精美翡翠和田玉 让你买到就是赚到 活动截止5月8号 地址南昌市干江宾馆 要知道跪以砖 砖更对症 书筋剑腰丸 砖药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书筋剑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书筋剑腰丸的 砖药专制 强筋骨 欺疼痛 书筋剑腰丸 对症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即使出好药 传长四百年 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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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茶壶赌了 不要紧 像你三高 血粘稠 千万别再赌喽 是啊 就怕赌 用轻血巴胃片呀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烘血范畴 烘血不清 容易赌 用轻血巴胃片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轻血巴胃片 传承二百七十余年 轻血骨方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认真轻血巴胃片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轻血巴胃片 5月5号 陕西一女子 在景区捡到一个娃 一边抱着娃找家长 一边在那生气大喊 谁把娃丢了 近日 在陕西某景区 游玩的一名女子 意外地遭遇了一个 突如其来的小插曲 在她毫无防备的瞬间 一个小孩子 忽然出现在她的身边 让她顿时乱了阵脚 而这位女子 在焦急寻找孩子父母的同时 也展现出了 她的淡定和坚强 她一边安抚着孩子 一边大声呼喊 希望能够尽快 找到孩子的家长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位女士 虽然嘴上说着狠话 但她的内心 却柔软得像棉花糖一样 充满了善良和爱心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前两天 重庆市民邹师傅与妻子 前往同梁区二平镇 狮子村狼虎口瀑布景区 打卡拍照 当她举起手机拍摄风景时 意外地拍下了惊险一幕 视频中的一幕发生在5月3号那天 据周师傅介绍 落水的男孩大约十多岁 当时正站在石块上玩耍 结果不慎掉进了水里 等父母反应过来时 男孩已经被冲到了 距离岸边三四米远的地方 老虎口瀑布是全长120公里的小安溪上 唯一的瀑布奇景 每逢迅期 小安溪水流增大 水流湍急汹涌 顺着河道奔流而下 据了解 在2022年5月份 游客在河边玩耍被冲走的 类似事情就已经发生过 同梁区二平镇 工作人员表示 接下来会加强 对老虎口瀑布景区的管理 避免再次发生 类似的安全事故 我们也希望游客游玩时 能够提高安全意识 安全是旅游的前提和保障 彭大川是江苏南通 高师体育学院的 二一级社招生 上个月已经毕业了 这位95后身怀一向绝技 就是用食指在空中快速 戳破没有开封过的一拉罐 就像民间所说的一纸禅 早在2021年4月25号 彭大川因为能在一分钟内 用食指戳破七个一拉罐 而被世界记录认证机构 认证首创一纸空中开罐的 世界记录 我的世界记录认证 一纸空中开罐 当时是接到主委的邀请 然后在镇江市公证处上报 在他们的视频采集下 然后上报到世界记录总部 然后由那边审核 我觉得这个绝技的本身 它是中华传统武术 但是实际上它的内涵 就是我们中华民族 坚韧不乏的一种精神的体现 彭大川是男同高师体育 运营与管理二一级一班的班长 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 他一直在练习一纸禅工 他说这是小时候的梦想 记者注意到 彭大川的两根食指纸面 都成平面状 他说这就是长期训练的结果 应记者要求彭大川现场录了一手 好 下面我要开始运气 学校老师介绍彭大川特别好学 一纸禅工是他自学的 平时他还学习剑术 太极拳 这些传统武术 2022年为了提升自己 彭大川还前往武当山求学 勤奋终有回报 2023年彭大川参加第九届 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在剑术项目上 为江苏拿到一块金牌 眼下彭大川开了一家武术馆 他想传授自己学到的本事 让更多的人在习武健身的同时 感受传统武术的魅力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接下来更多消息 我们一起看一组资讯快报 昨天江西省教育考试院 发布2024年中招工作规定 并明确从2025年开始 报名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中考需采集学生第二代 居民身份证信息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昨日发布信息 明确推出一揽子阶段性 组合式失业保险 远起文岗政策举措 将降低失业保险费率 至1%的政策 延续至2025年底 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 继续实施文岗返还政策 至2024年底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 昨日公布 刚于加强重症医学 医疗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 提出到2025年末 全国重症医学床位 达到15张每10万人 可转换重症医学床位 达到10张每10万人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 今年五一假期 全国邮政快递业 缆投快递包裹40.32亿件 其中缆收快递包裹19.99亿件 日均缆收量同比增长32.7% 投递快递包裹20.33亿件 日均投递量同比增长28.6% 记者昨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起草的 电动自行车 用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 强制性国家标准 已由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标准委发布 将于2024年11月1日正式实施 记者昨日从公安部获悉 近日在公安部的指挥部署下 云南普尔公安机关 与缅甸地方执法部门 开展边境警务执法合作 在缅北瓦邦地区成功抓获92名 中国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其中包括8名骨干成员 14名网上载逃人员 目前全部犯罪嫌疑人 及涉案证据物品 已通过云南孟莲口案 顺利移交我帮 广西岑西市委宣传部 今天凌晨消息 受局地强降与影响 广西岑新市波唐镇六肥村 六日突发山洪灾害 至到晚21时许 找到两名失联人员 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 目前抢险救灾与上后工作 正有序进行 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快报的 全部内容 稍后您将看到 加油收藏继续关注 跟着文物看古今特别节目 今天继续带你去 八大山人纪念馆看展览 看一幅扬州八怪之一 高详的韩指格图 哪儿哪儿都好 就牙显老 太堂拜博 关注口腔种植三十亿年 让普通的种牙变得更舒适 让复杂的种牙变得更轻松 微畅手术 缩短手术时间 让种植牙更便捷 快乐看牙 孩子的口腔健康 拜博与您共同守护 牙齿矫正 到每颗牙齿 找到它更美的位置 江西二套联合拜博口腔 推出工艺美牙活动 鲜微根管补牙 清清楚楚治牙痛 报名即可领取 三千元工艺补贴 0791-8770-3668 0791-8770-3668 牙齿要看好 还是选拜博 哈喽大家好 我是滑雪冠军贾利亚 热烈祝贺都市严选 滋补养生节盛大开启 买正宗西洋参 买纯正铁皮石壶 买原产地文山三七 买大品牌灵芝包子粉 就来都市严选 滋补养生节 让您在享受健康的同时 更能享受到冠军的品质和实惠 冠军的品质 让您滋补有效 更放心 棒石头文山三七 美金仅需99元 西洋参每克五毛九 铁皮石壶 每克一块五 印尼进口燕窝 每克九块九 深海域原产地 大连蛋干海参 买一斤松一斤 江中大品牌灵芝包子粉 每天仅需九块九 限时特惠 买三盒松三盒 各类滋补佳品 均可电话订购 获到付款 都市严选 七年滋补老店 值得信赖 活动地址 南昌 金刚山大道 巨峰大厦一楼 都市严选 要知道 跪以砖 砖 更对证 书筋剑腰丸 砖药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书筋剑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书筋剑腰丸的 砖药专制 强筋骨 七疼痛 书筋剑腰丸 对证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既是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别再买劣质翡翠手镯了 来这里看看 珠宝工厂源头直贡 平时花一件的钱 现在能买四件 2.5折 2.5折 将期二套 翡翠和田玉 春季工厂直销会 所有参展翡翠和田玉 通通2.5折 清仓大让利 原价三四千的 怒种翡翠手镯 590元起 原价八九千的 银腔精品满色翡翠挂件 仅需990元起 上万元的翡翠手镯 两千五就能打响 现场还有更多 精美缅甸翡翠 和田玉手镯挂件等 通通2.5折 新货大让利 一两千就能买到 两三件 两三千就能买到 四五件 甚至五六件 精美翡翠和田玉 所有参展翡翠和田玉 都配由专业机构出具的 鉴定证书 一品一证 正品保证 价一白十 火动截止 5月8号 地址 南昌市干江宾馆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头痛 胸闷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赌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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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茶壶赌辣 不要紧 向你三高 血粘稠 千万别再赌喽 是啊 就怕赌 用轻血巴胃片呀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 烘血范畴 烘血不清 容易赌 用轻血巴胃片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轻血巴胃片 传承二百七十余年 轻血骨方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认真轻血巴胃片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轻血巴胃片 晚上失眠睡不着 晚上失眠睡不好 可气血锅本口不应 三晚几下至失眠 睡得安稳 精神好 睡不着 睡不好 失眠和气血 顾本口服业 下个收藏 跟着文物看古今特别节目 继续带您去逛八大山人纪念馆 举行的众山街响 对话扬州八怪研究展 今天我们来看一幅扬州八怪之一 高翔的弹指格图 这件作品不仅是它和佛门友人的 有意象征而且还体现着师徒之间的关爱 这张呢也是高翔的一件代表作 叫弹指格图 它呢是扬州八怪当中唯一一位石涛的弟子 其实我们说八大开江西 石涛开扬州 石涛在扬州化坛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高翔1688年出生于扬州 那一年46岁的石涛正居住在扬州 他们两家很凑巧成为了邻居 可以说高翔是从小就在石涛身边长大 终于在十多岁拜石涛为师 他们两个的师徒的情意是非常稳固的 像之前石涛想去云游想去玩 就找高翔一起 其实高翔家里条件不是很好 但是他还是尽力凑了路费 然后想跟老师一块出门 但是因为石涛他卖话不是很顺利 他不想卖自己的心头爱 所以就没钱出去了 那高翔听说之后就说妈妈生病了 我要在家照顾 那这个钱就给老师凝去出门游历 那等石涛回来之后才发现 原来高翔是用了妈妈看病的钱 给他去出门做旅费 他自己为了还这个钱 又打工又卖话就都病倒了 所以从这些小事就能看出 他们两个之间的情意很像父子 就这样的一个关系 既为师也为父 就是心中这种对恩师敬畏的心态 让高翔的画作有一种回味感 他笔下的园林小景 几乎都是从写生当中来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这幅 弹纸格图会有一种 就好像我们在远处看到的 真实场景一样 高翔画的他朋友文思和尚 真实生活的一个场景 所以你会看到他里面这个草屋二层呢 是文思和尚他这个修行的地方 挂了这个佛像的画还有香毒 然后他的整个画面呢 很像世外桃源 就你看他的笔触非常的细腻和清新 用一点淡墨勾勒这个树叶 这个叶片的质感 整体墨色也是非常淡的 安静 然后院子两个人在说话 就这种场景其实是非常理想化的 文人很喜欢的空间 从构图来说 以小见大的效果特别的好 高翔这种清丽的画风 其实也是从石涛作画的观念中来的 他认为搜尽其风打草稿 笔墨当随时代 所以他并没有一味的学石涛画石涛 还是有自己偏好的场景 其实你看他小人的造型 很像戒指园里面一些教学的一些范例 还真是 他那时候也有一些范本 所以有些造型是固定的 比如怎么画房子 怎么画树 怎么画人 但是结合在一块组成一个画面 其实还是考验画家自己 对于这个经营位置的关系 怎么去造景 所以这个也看出的心思 就是高翔的确很细腻 他喜欢这样的安静 所以这个美术的发展就是这样 传承 发展 创新 不断地这样的轮转 所以这也是一个高翔的一件 比较得意的一件创新的作品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 全省主要城市 72小时天气预报 南昌今天晴21到29度 明天晴18到28度 后天晴转阴21到27度 酒江今天多云18到27度 后天晴转多云18到27度 宜春今天多云20到29度 明天多云16到29度 后天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 平昌今天多云21到30度 明天多云18到30度 后天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 新宇今天多云19到28度 明天多云17到27度 后天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 福州今天晴19到29度 明天晴17到29度 后天晴转阵雨20到30度 英坛今天多云19到29度 明天晴17到29度 后天多云19到28度 景德镇今天多云18到30度 明天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 后天晴转多云18到29度 上饶今天晴转多云18到29度 明天晴转多云16到28度 后天晴转多云18到28度 吉安晴天多云21到28度 明天多云18到29度 后天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 赣州今天雷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 明天多云19到29度 后天多云20到29度 南昌今天晴21到29度 明天晴18到28度 后天晴转阵雨21到27度 贵州省麻江县耀谷江村的500亩金鱼草花海在最近是热情绽放 吸引了来自各地游客进来游玩赏花 金鱼草是一种开花多色彩艳丽的草本之物 花苞很像一条活灵活现的小金鱼 因此叫做金鱼草 不同色系的金鱼草层层叠叠叠 如同彩虹般绚烂 好似仙境一般 金鱼草富含金和鱼两个字 也是有财源滚滚和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 那么在这个春夏时间呢 也是给各位游客带来最深情的问候 花朵绽放的盛景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在福建厦门软件园二期生活广场 一名男子最近突然昏倒在地呼吸困难 刚刚参加过应急救护培训的黄彦华正巧路过 危机情况下 他和热心的路人们一起接力 对患者展开急救 帮助患者脱离生命危险 当天傍晚六点多 在厦门软件园二期生活广场 一名男子突然昏倒在地 此时黄彦华正好下班路过 因为刚学过急救知识 他立即上前实施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 他的那个嘴唇发紫 脸有点发黑 急救的时候也有大概说过这种情况 那又加上说120已经有在沟通 120的这个意见是说要进行心肺复苏 所以我就是马上进行了30次的按压 加上两次的人工呼吸 这样频繁的交替进行 由于急救措施非常耗费体力 黄彦华和在场的热心路人轮流交替 不间断地进行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 同时附近地铁站的工作人员 也取来了一台自动体外除颤仪 那我就马上就把这个AED贴到患者的这个胸部位置 然后就进行了一次电击 电击过后的话就其他人就开始进行在心肺复苏 经过持续的心肺复苏和电击除颤后 男子的情况稍有缓解 几分钟后120急救人员赶到了现场 将他送往医院救治 据了解 就在参与急救的前两天 黄彦华刚刚参加了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 没想到急救技能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 真的是这次培训 然后我才有勇气上前去参与这个救援 现在我觉得那句话是非常的实在 就是人人学急救 急救为人人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这几天北京芥台寺景区的牡丹再展花眼 各种颜色点缀在浓浓绿意与红墙灰瓦之间 让芥台寺景区那花香四溢引人驻足 芥台古牡丹早在清代旧有种植 其中最高的牡丹植株可达1.6米 单朵花的花冠直径达20厘米 并且种类丰富 除了常见的千层牡丹 还有洛阳红 罩粉 青龙沃墨池等稀有品种 每年4月底5月初 是芥台古牡丹的最佳观赏季节 不少游客都选择此时游览芥台寺 礼佛赏花 享受门头沟宜人的生态环境 现在山下的牡丹都基本都开拜了 看这儿的牡丹正在怒放 心里头挺愉快的 觉得这个地上牡丹就是 更透亮的感觉 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 受天际影响 今年牡丹开放的时间略早于往年 花期将持续至五一假期结束 此外 借台寺大雄宝店两侧的四季锦带 也即将进入盛花期 静待游人观赏 稍后您将看到 住宅楼旁边的建筑垃圾堆放点 几个月没有清理 垃圾都堆到路口 您的烦心事暖心事 干问热线曝光台 和您一起分担和分享 敬请收看都市现场五间版 自补养生 健康相伴 活力满满 大家好 我是五次冠军 王宗南 都市严选自补养生节 文山三七 加拿大西洋生 霍山铁皮石湖 西藏纳曲虫草 印尼进口燕窝 大连海参等各类地道自补佳品 打造冠军的品质 让您自补无忧更放心 八十头文山三七 每斤仅需九十九元 香生每克五毛九 铁皮石湖 每克一块五 印尼进口燕窝 资补特价 每克九块九 深海域原产地 大连蛋干海参 买一斤松一斤 江中大品牌 灵芝包子粉 每天仅需九块九 限时特惠 买三盒松三盒 各类资补佳品 均可电话订购 获到付款 都市严选 七年滋补老店 值得信赖 活动地址 南昌 井冈山大道 巨峰大厦一楼 都市严选 原九四医院正对面 腰疼 腿疼 行动不便 疼 喝红毛药酒 颈尖痛 手腕痛 屈身不力 痛 喝红毛药酒 肾需腰酸 尿品起液 气需血亏 需喝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传承二百八十余年 精选六十七味中药 调皮肾 补气血 痛经络 强筋骨 趋风寒 痴疼痛 按疗程坚持服用 治病又强身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您健康长寿 晚上失眠睡不着 晚上失眠睡不好 可气血过本口服液 三晚起下至失眠 睡得安稳 精神好 睡不着 睡不好 失眠 可气血过本口服液 赌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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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茶壶赌辣 不要紧 向你三高 血粘稠 千万别再赌喽 是啊 就怕赌 用轻血八味片呀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 烘血范畴 烘血不清 容易赌 用轻血八味片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轻血八味片 传承 二百七十余年 轻血骨方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认真 轻血八味片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 轻血八味片 王婆说美 本是河南开封 万岁山景区的 一档线下 相亲栏目 王婆扮演者 赵梅 以其独特的脱口秀 主持风格 和豪爽的性格魅力 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一月涨粉 超六百万 成为了炙手可热的 文旅顶流 五一期间 宜春万载 本地王婆 相亲 与本地民俗 相结合 也帮助不少单身青年 搭桥 牵线 成功脱单 五一期间 万载古城 从泉茶馆的王婆 正式上线 在现场 王婆巧妙地问答 幽默地表演 和层出不穷的金句 引导在场的单身青年男女 怨爱 感爱 勇于追爱 我们主要是想引导当代的青年 树立抵制高价的彩礼 倡导正确的婚俗 价值观 破除被安排 唯物制的快餐式的乡亲 希望大家对婚姻 有所新的体会和思考 短短一下午 王婆张伟 已吸引了上千观众的目光 许多年轻人 在她的助力下 附加微信 结识了新朋友 成功为两对陌生男女 牵线搭桥 帮他们建立联系 我觉得万载版的 王婆说美很接地气 真诚又欢乐 一些婚姻的观念很好 简洁平时又充满了智慧 为年轻人提供了 非常饱满的情绪价值 万载台 廖小新 黄敬富报道 春夏交替 气温适宜 加上此前的五一假期 不少人选择在大自然中 洗洗肺 在特色乡村当中放松自己 五号的赣州石城县 第五届山地自行车挑战赛 火热开赛 选手们在速度与激情当中 徜徉绿水青山 据了解 此次比赛 共设置男子精英组 男子大师组 女子组 全民健身体验组 共四个组别 赛道主要以爬坡耐力为主 赛道前32公里是当地的旅游公路 赛道最后10公里为长缓坡 我是从江西广上来的 自行车爱河前手 来这次参加十三比赛 感觉到主办方办得非常好 沿途的风景也很漂亮 给我们很好的感觉 本次山地自行车挑战赛 吸引了来自福建 广东 江西三个省 约200名运动员参赛 他们的到来也为当地注入 源源不绝的鲜活动力 举办本次比赛 主要是想营造一个绿色出行 全民健身的氛围 也是更好地宣传 我们时辰的旅游 推荐时辰 石城台引诱方报道 最近赶州安远的青梅 进入成熟期 漫山遍野的青梅树 硕过累累 果农正忙着采摘上市 在安远县板石镇 湖板村的青梅果种植基地 漫山的青梅果挂满之头 果农们手提圆筒 咸一熟地摘下颗颗青梅 较高的青梅果 则利用竹竿 敲落至地上的沙网 经过分解 袋装之后 销往食品加工企业 目前我挣着了 大概300多颗的青梅 根据去年的收购情况 今年产量大概在2万斤左右 无一期间 安远县种石乡连堂村的青梅 就吸引了不少游客 前来体验采摘 感受田园生活乐趣 静享假期快乐时光 这里的青梅非常清脆酸爽 像我们这种年轻女孩 就特别喜欢 在这里体验采摘非常有意思 近年来 安远县通过农旅 果旅融合 全力打造大湾区的果园子 其成种植面积突破27万亩 青梅 猕猴桃 百香果等 特色产业达到3.07万亩 累计带动6300多名村民 家门口就业 安远台 古清泉 美伟林报道 金南筹判 我帮你办 来看看还有哪些观众 反映的问题需要解决的 一起进入今天的干问 热线曝光台 就将永修县的王先生反映 莲花院小区A4栋旁边 有一个建筑垃圾堆放点 最近几个月都没有清理了 垃圾都堆到路口了 希望能尽快清理 或者取消这个堆放点 南昌东湖区的李女士反映 永外正街污水处理工程 最近一个多月都是施工到半夜 严重影响居民正常休息 希望施工单位合理规划施工时间 不要扰民 宜春高安市的陈先生反映 云阳街道南门村委会 皮北自然村生活区旁边 有人做养殖 搭建了检易棚养鸡 粪便污水直接排到农田里 造成污染 破坏了周边环境 散发出来的臭味 影响了村民的生活 吉安万安县的妇女士反映 建峰家院小区八栋 只要下雨 门口就会涨水 严重时 一楼住户家里都进了水 这种情况已经几年了 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此前 宜春圆州区的胡女士反映 陆院小区门口的雪府路 最近每天早上五点开始 就有两台小型洗地机 开始洗地 机器的声音特别大 影响了居民休息 希望能调整作业时间 节目播出后 元州区的综合行政执法局 工作人员答复 今年新的考核标准规定 黄伟工人要在早上七点之前 把清扫工作完成 会尽量避免噪音扰民 此前 吉安清源区的杨女士反映 她是清源大道115号的住户 这一片都是自建房 最近几年 附近陆续新建了一些小区后 只要下雨 路上就会涨水 水都漫到家里了 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节目播出后 新生社区工作人员答复 这里由于地势较低容易积水 现在已经纳入雨污水管网 提升改造工程 近期就会动工 会在下游增加一根较大的排水管道 改造之后会涨水的情况 会得到改善 向都市频道提供新闻线索 您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079188316800 除此之外 您还可以通过网络的形式 搜索并关注我们都市现场的微信公众号 在当中搜索我们的干问平台 向我们提供线索 还有一位观众 把电话打进了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他的电话 这位观众中午好 你好 主持人 就是我这边反映一个情况 就是明科路最东边 那条路上一直有到晚上 就会有后半轮拖沙子很爽 而且明科路的最中边 靠近高清大道那个位置 有一个海沙场